请接期后请日,要接期请得起来。 那么假使你们的后代的青年,你们也当我们这个时候拜法成诚了。 后面问你,所有里头有三个师,什么意思啊? 九诗又详啊? 请字改诗,这三个诗,三个诚诚。 还有鬼神,你要想到鬼神在你前面,你怎么样去体会? 这就是道达。 你要用思想去体会,鬼神不可知的这一面。 有没有上帝,有没有佛,有没有菩萨,有没有神学,有没有鬼,有没有神,有没有魔,等等问题。 解释,你怎么样道达? 不可不识。 你不能用普通的一般思想的习惯去想法。 用意识思想达不到。 神、口、四、这个神子啊。 古文就是现在活矿。 所以这两个神子啊,很活矿、矿气,就是这个神。 要说你读到古文,一句话,看到这个神子,它就是代表活矿、矿气。 还有你思想中,艺术思想推测,一定推测不到。 神、口、四、什么叫? 我猜猜的,猜猜的。 所以有些人说,有鬼没有鬼,有神没有神。 没有。 你凭什么指教? 我猜猜的,猜猜不行。 只要讲十年,我们猜猜。 谁是谁都猜猜。 乱猜叫做谁。 猜不行,要做失证。 换句话,这三个是认知、改思,那要失证。 这是宋朝家、宋儒儒家、精明道的话。 道通天地有行外,死如风云变态经。 一方面,他日来有定我,打着得定以后,悟道以后。 他晓得思想的功能。 思想道通天地有行外,死如风云变态经。 这个思想,不是普通去乱想了。 乱想也会想生争了。 就是禅宗将他话头,复价地收定。 收定就是静思维。 观想就是静思维。 思想以后,死如风云变态中。 思想才超过,透过了五指世界。 就是正如那个精神世界。 然后控制了五指世界。 思想这个力量之大。 微星的力量之大,死如风云变态中。 那是实际的政改。 不是吕帝勇王手的描述。 没有这个思政的争怨,讲不出来。 那为什么他晓得思想有这样的情况,有这样的味道。 所以道通天地有行外,赤如风云变态中。 因为他已经到达了格式。 思想的那个妙用,到达了基督最高处。 他有个摸到,体会到。 那,所以啊,在思想的,为心的,心理的最高处。 不是你可以猜想到。 心理最高处你抓到了。 你生命精神灭也保住。 生命精神灭保住啊。 跟鬼神那个通。 所以管子,管中,跟孔子哈教。 所以管子,然是这样。 诗诗诗诗诗诗,鬼神通知。 诗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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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思想,那個靈感想清楚了。 你不是完全靠自己的力量, 吃著吃著,鬼神通知。 不可知這方面的一股力量會啟發了你, 兩個人溝通。 後來,輔家說會講,就是他不樂, 就你他的兩種力量喉嚨來, 構成了你的真智慧,處理人世間的事。 我們講詩的重要, 所以你都在說的這個詩, 只有三個詩有三個層次的不同, 都要馬虎地念過去。 那麼他的結論, 可以知道有三個層次的不同呢? 在下面, 沒有,我肥,為之血, 請字路,不過也隨此福啊。 三個字。 福,這個福也不是將將福啊,什麼大將福, 這個福是不相當。 就用代話就是南拉, 就是本生話,安奈西,就是這個話。 這個樣子啊,他為之血。 這個東西啊,到了最高去啊, 優惠看不見, 為它你沒辦法看見, 聽不到的,摸不著的, 細微的, 沒有辦法你再去念書。 但是你不要, 一般人把它當成神秘的不得了, 一點都不神秘, 為之血, 無趣不在, 處處該在, 在在處處都市。 無所不在, 在這夜裡到處都在, 隨時都在, 沒有時間,沒有空間, 空間的,這種啊。 也沒有什麼, 黑暗與光明的,這種啊。 還有這個東西啊, 你看這三個字的, 叫這屬於科學的念頭, 就可以寫, 大部的理。 這個畢年論文, 那或是所謂, 唯一字寫。 那麼你要學唯嘛, 把書給它, 古正中文, 後那個高明的話, 都把它引容了, 據說萬代, 萬代,萬代都有。 然後再翻過來, 是顯得一面, 找些證據, 那個人看到鬼了, 那個人吊死鬼了, 火裡鬼了, 人家倆找, 但是這個還不是真的鬼。 真的鬼人啊, 當你的感情思想錯誤了, 你已經接觸到了那股力量。 是嗎? 非常明顯, 是唯一字寫。 那怎麼樣在那個地方? 這有一個是拆, 挺是中用的動心啊。 挺是這麼樣的, 挺是中用修養的方法。 方法在那裡, 在後半部, 中用上, 又專門講這個動作。 就是個拆, 自行之道會遣之。 啊, 這個拆, 中大師的病, 中複雜的病。 啊, 中之他宗教的, 自行的禮拜, 都有密切的觀念。 在中國文化, 這是一個子, 就代表沒有那麼多啰嗦。 把宗教的外衣通通把它抖掉, 宗教的形式不推開, 那是真的不要偶像。 有一個偶像都不是, 啊, 就是徹底不要偶像。 但是他徹底的, 真正的自成, 成的道理。 那麼, 全在做展示。 好句話說, 你乃至於說, 家裡絕對拜拜啊, 對人做事啊, 不成無無。 有一句話, 不成無無。 這個無不是無子。 你心念不成啊, 西伯拉就有沒有東西的。 有些人說, 哎呀, 我念福音來那麼久, 敗了那麼久。 我求上帝也求過, 觀光也求過, 求那半天都不靈。 哼, 全日的道理。 但是啊, 你求壞事不一定靈。 唯之寫, 這個裡頭還有很多的道理。 唯之寫。 為什麼有事都求不靈? 求法財不一定法財。 求考得起啊, 上帝, 菩薩不會幫你去考試的。 那這個請在什麼地方? 這都是問題。 所以它是請的重要。 請之不可也。 捏不住。 捏不住。 接不住。 請之不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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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干什么唱呢?他这两个是代表那个思想与感情,这是个问题。 哦,那是这个味道。哦,那那是个东西。哦,还有个东西哦,就是这个味道。 这古文啊,要说用虚子啊,是在一个那个情态。但是不懂古文的书法,知乎也在用那么多干什么。 等于叫黄人开始讨厌多数人,他出来当了皇帝以后,在一个皇帝的美术长江海站在旁边。 看看那个前面写的,这个比如说宗孝之门,再往看了,皇帝看了半天,往往这个美术长。 宗孝门就是宗孝门,为什么打个字啊?那是文章的主词啊,帮助得着。 叫黄人一天都不高兴,哎呀,你们一天打字呼羊也在帮助了什么东西啊? 就把文章看得一忙也不久了。 住词啊,帮助得住,看你们之后也在住不了什么东西。 那,这两个字啊,是住词。 开头要住,看了,所以住词将文章写上。 他是用这两个字啊,带着意义和心疼。 这个问题,等于写的形式标点,说不完的话,下面一样加一个图形,下面点点点点点,说不完。 你们就讲什么。 所以啊,你看写的标点也很讨厌。 五百年以后考证写的标点,那个中华民国那个时代,那些人吃饱了饭,那些人都, 这么弄点点的,大概三点两点的什么意思,七点八点,不知道什么意思。 后来讲,一定我标点会做一个大人,哪一个所谓。 你看,这时候要过五百年以后。 现在第十六章讲完了。 这时候将新造,于是迟将开始行掉了。 那到底是什么样? 说不出来是,跟福家说,你无奈到功德不圆满,有什么样? 要能够成这事。 那么成这事,怎么样成他呢? 那皇帝来讲,这些宋记,大小耶语。 这遇上了宗位天子,所有四海之内,宗妙相,自身保持。 他遥送这个大宋,宋子是非常推动的,道士推动。 那些大宋啊,在上过的时候,第一,他带着了宫天下的宗姓。 本身是个老百姓宗典的出身。 宗妙父上说,本身是个破坠家庭,就受任痛苦出身。 后娘,要生了一个弟弟,父上后娘,弟弟恨不得要他死。 至于是害他。 那后来诞生,他对父上,母上后娘,弟弟,他没有一点悦恨。 历史上从技术他描写,处处只有做到忍识、爱护、孝道。 中年以后,他快到晚年了,五六十岁。 以他几十年的德行不变。 从小,这个父上后来,父上又下了院军。 他最后在历史上记载,什么一有意不好。 最后宋当了皇帝以后,已经八九十十一百岁了。 他抱着父上哭。 那舌头舔他父上的眼神,看见了。 有这样的故事。 在御术上无法求正能的故事。 那讲宋的道理,后来一个评论修正了这次做的节目。 当父上瞎了眼神的时候,受弟弟的漂泊到处赶了。 他住在那里都不准处。 他住在山西赶到山东,住在山东赶到山西。 赶到江苏,赶到边疆。 后来你赶,我就跑开了。 药材他都给你们吧。 什么都不要。 后来以后,中年以上在鸟提拔他。 由公务院干上来,一方面当女婿。 一方面当两个女婿嫁给他,辅助他。 然后训练他,一步一步上来,乃至当了父皇帝。 后来要到了一百多岁,根本不管事。 他已经虽然没有样子给他,一切由他处理。 所以他马上启用了眼神的大衣。 然后把中国的这个水利,黄河墙江等等。 说明,辨定了这个民族,去建议了农孽的基础。 那真是功载万大。 所以控制在山,加他的。 他个人的人该行为还不讲。 最后,有些说他买凶是在湖南,靠不住的。 实际上,历史好几种说法。 一种是先去成道,跟人家走了。 他自己不愿意骄傲唱课。 不愿意跟人家说,怎么叫审学这一面不讲。 他都不只好。 最后下西面就收到,交下来给遇了。 这个历史故事念做起来很有趣的。 我们现在大家在上乎神话,你把他集中起来啊。 关于他的故事非常多。 那空子呢,在他讲的,他叫做大孝子。 他说,什么叫做大孝子呢? 不是光被父母孝为主孝。 孝贴下人。 就是大慈悲大人是爱贴下人。 这个就是大孝。 他各位信任。 他要送的、造的、修养。 就是这个信任的正感。 尽畏天主。 平民老百姓叫皇帝。 向来,带着一个国家民族的头头。 那所有四海之内。 中国的国家四海之内都是他的。 可是他不要。 他公贴下,马上让。 不让给他的儿子两位给遇,就接受了。 宗庙像是后世的子生不绝。 子生造子。 圣的子生就是绵延。 大家的祖宗历史很多人考证都是宋之后、玉之后、廟之后。 中华民族的有几千个万多个圣。 实际上老百圣。 不止一百个圣。 一万多个圣。 有时候都是这个来源。 因此,孔子说,孔子这一节书里头用一用的话,让你看佛经。 要对大家来讲真感。 念着真感的。 真感的佛耶稣功德啊。 要功德就大家能成道。 他也是讲这个。 多大大大大。 必在之位,必在之路。 必在之命,必在之手。 他一个人,真正在行为道德所用。 所以大大不是小贼啦。 心忍是不能行。 念忍是不能忍。 是个大大。 他自然得到那个位。 不过位有两种。 一种是天主,孔子说。 一种是人主。 宋啊,再了不起。 天主、天主他都有。 尴大大他得这几位。 得这几路。 路跟位不同。 路自然生活无仇。 他台湖罗中富有四海,各家皇帝。 可人姚送啊, linked口各家到 tienen。 他把它都 ». 意外的可破扒子那么走开。 在百二十世,苗兄都以后一百多岁了,苗兄绝对安然而去, 说着就叫说死而死,没有痛苦。 这么个预料的历史让怀念不很大, 都说他请学了,跟皇帝、跟我们老叔兄养个苗兄, 所以他以后请学了,永远不死, 就是道家的资料里头特别多,不过要是年轻起来也很奇怪,真要奇怪之说。 那么,因此下面在,个天子生物啊,彼岸基督海而作业, 个栽在牌子啊,重在扶子。 从此在这里,这个主持应用, 控制的意思,有一个重点,大家起来注意。 他在天地生一样东西,生一个人也好,生一个人物啊, 生一样东西啊,彼岸基睬而作业。 看他自己的这个什么材料,要带他。 你要注意啊,也是都称的人,自大、彩树。 那个生想的啊,比我大还大。 要对外人们,本色。 要对外人们,他让别,张浪的蛋还要小。 那怎么行,这就叫做自大财树。 德性嘛,正要是在身作。 所以啊,在语正上,在武正上正上提到,自大盟月,自财树。 识问不够,思想,幻想,超过了自己的能力。 他没有不失败。 同样道理,我们一般说佛,你能不能够成熟之财? 这要考虑一下。 所以天地生物必用其财而作业。 毕师用他的材料。 他是这块材料,就给他粘本。 但是你也不必回心。 那么我们都不是这块材料,怎么办? 那肥料也是量啊。 那肥料把它凝结好了以后,也变成大材料。 那是看自己。 这个道理就是说,敬己而不求于人。 同样说敬己而不求于天。 敬己而不求于佛。 而敬己不求于上帝。 天,人作而好天作。 自作而好天作。 你应该有这个精神。 所以道理要搞清楚。 不要单从一面,你就搞错了。 在这里因为提到大宋。 那么你就可以看出来, 大宋也不是天生下来当皇帝。 后翠的家。 所以那么大的痛苦。 你想大宋这个自己没有坚定的意思。 他很坏的一个很坏的。 乃至他仇恨父母,仇恨兄弟,可以杀他。 自己可以回家来杀。 也可以杀这种天下人。 他为什么不那么多? 就也不那么多。 所以说父母不要他种田, 他就去挖你八脉。 淘气是他发明。 他就去做淘气。 那真是淘气啊。 受了淘气,只好去淘气了。 淘气发了财又不让他做。 他再去中田。 没得关系。 后翠叫弟弟来赶他。 你应该应该。 爸爸记得要多拿去。 赶快拿去。 所以我走开。 走开来什么都不要打。 你就一会让他走。 只要他不生气,就对了。 会做到这样。 就是自己站起来。 所以他是上天, 对于生物, 对于人生, 对于公民。 对于栽栽,被子。 你看这个古文有什么很多啊。 我们最小的叫栽栽嘛。 还要栽栽,被子也错了。 不要认识中国字啊, 做中国文化。 栽是栽的东西。 有些东西要栽的。 可是我们中道是栎啊, 要栽栽, 不叫做栽栽。 对不对? 栽羊羽, 栽羊羽的栽啊, 栽麦子的栽不叫做栽啊。 栽是那土豆挖了, 挖开一个栽, 把这个栽栽下去, 这个叫做栽啊。 中国是不要乱用的。 那中国文化, 我看文化来中国嘛。 那大家要留意啊, 就要认识是。 他该栽的东西啊, 像这个栽, 不然需要土壤, 再给他栽栽。 慢慢栽栽。 所以他根根能够吸收这个营养, 他才能够撞出来, 栽成。 栽的, 他从这栽子。 表面来一看, 也有四桌古树, 但是从这栽子造的, 就把它造了, 纳的小口。 从这栽子, 你从这栽子, 栽子就把它造了。 这个栽快要打倒了, 那么叫我们这个栽培子不弯了, 打倒了, 你赶快推下, 把它爬出来。 那就还叫做从这栽子, 纳的。 天地界有一种生物啊, 它不是那么像这样的, 有一种红杖子, 要斜下来。 那栽子物, 你到农城来看。 我记不得了, 你离开农城太早了。 有一种植物啊, 它要横的那么重在头里头。 上面, 要泥头, 要头让这营养给它盖住, 还得长出来。 从这, 斜斜地擦。 栽子是栽子被动。 栽子, 哪个歪下来擦的, 你要把它泥巴, 上面这个营养肥料, 要把它盖住, 它里头再长出来。 这八个字形容什么? 一个人生的成功。 一个人自己的成长, 不是简单的。 有时候, 教你那树子, 那个树子是跟你争烈啊, 正是你的肥料, 永恆你。 那是穷子, 父子啊, 像天在帮忙你, 跟你教你一个, 不痛快的环境, 在训练你, 培养你, 挑副去干你。 结果啊, 你自己不能正直, 而怨天而诱人, 完了, 它又培养不出来, 没有什么用啊。 但是我们种下去, 种下去, 水要搞了半截, 看它挖不出来, 一出土把它挖住了, 那就没有用了。 所以它像天生物, 栽在就被子, 冲在就被子, 这句话, 就不要跟到古人展示啊, 要是读古书。 好像我们手上这一本书, 冲在被子就没有展示, 不管了, 所有国家的展示。 冲时, 它引用, 所以, 加入政治, 献血令人, 一命一人, 受罗欲贴, 保佑命之人, 受贴生责。 这引用古诗的句子, 是讲中国文化家, 天之界, 忍天道, 或者圣与圣之界, 鬼神之界的道理。 我们俯家在用的最好, 靠我们信念的力量, 信仰的力量和自力, 比如念祖啊, 拜神啊, 拜天啊, 拜祖宗啊, 拜上帝啊, 靠他力。 专靠他力, 是迷信。 专靠自力, 是狂妄。 一不靠妄, 又不迷信。 大自在成就在, 是塔夫尔自力。 智慧的力量要做塔夫尔, 可是不是迷信, 也不是狂妄。 那么, 有这两个力量。 智慧与福德, 才能与得性恢复, 再成功一个人。 要说道的也是这样。 你的得性, 你的智慧, 智慧就才能恢复, 才能够行。 对性不行, 动作就叫自身烦恼。 一人一人, 直接要相处的不好, 就变成仇恨, 就怎么加修行。 这就不行的。 那就是干脆, 下面说个字, 另外再冲这符, 都把它倒掉算了。 最后把它倒掉了。 所以下面应用字, 他不加入君主, 加得好的。 若是快乐, 活乐, 加持啊, 平安的。 这就能过生加强, 吉祥。 快乐, 这个真就是, 陷、陷、令的。 两个陷。 陷就是高高的, 至高无上。 很明确的, 摆在那里, 是陷。 至高无上, 明显, 不可变化。 这些, 就是了不起的, 成容。 好的这些。 理论,理论。 古诗很简单, 一古诗, 为什么你是诗的这一句? 古王, 中国王子, 一古诗带着了好几个观音, 那在画文语翻译, 好几个字带着了一个观音, 因此一个字就翻开了有一大堆了。 其实, 真骨的不同。 那么, 真骨为什么不同呢? 那个时候, 没有发明印刷, 也没有发明主将亏写。 我们的文字主席们, 那东西呢, 刻在那个石头上, 刻在什么, 他只要把这一个字, 一个代号改进来这个观念, 你看这个就清楚了, 很多的观念就清楚了。 所以他理论是好几个观念, 他理论也是好几个观念。 所以说, 你把自己的行为、 所谓、所谓、所谓、 理论, 合于真正的认识。 理论就是这个意思。 这个就叫认识。 理论, 不但自己合于真正的认识。 这些社会对朋友对社会, 大家都知道你这个好人。 了不起。 羞辱于天。 他这个样子啊, 羞辱和天主。 对神也好, 天神也好, 菩萨也好, 他自然。 因为你的戒感, 给他来相应。 是这回羞辱。 南马才得到保佑。 就是东神话, 保庇。 保庇就是庇佑, 这就是古英。 他自然得到保佑。 所以你要求菩萨上帝佛啊, 拿着保佑你, 你不如求自己保佑自己。 秀露于天。 你自己要正极, 而不求人。 保佑命。 是这身子, 刚才在生了这个身子, 向下这个电感就通了。 你这个身子, 到着你的头脑胜利的这一条天线, 这天线, 就像这个菩萨那个天线, 就像身在向下通用。 是天神。 那么原始说, 最终忠用之的, 要建道、输道, 而叫行道。 行道就最好行道大宗一样, 共随国家、国家。 公在万国,公在万代, 他什么都不要, 那就正在做空了。 这就走了。 到了一百多岁了, 小岚去修仙去, 修出世道去。 国大宗在比寿命。 因此说, 真正做到大宗、 正宗。 我们喝酒好来用, 学习给你, 默默大宗, 大宗在这。 可能我们是小宗不应该成大宗。 大宗在比寿天命。 什么是天命? 交感。 确认自己的交感。 自然对大家的感应。 现在我们中用第十八章, 像是讲到第十七章。 十七、十八、十九、 这个中二十章, 差不多一个观念是连带下来。 讲道之用。 我们千万要记住, 十六章是讲道鬼神之事。 在中用若家所提到鬼神之事啊, 就是宗教性的行而相道, 由道体而讲道用。 那么这个道理, 也就是证明我们上古文化, 如道两家不分家的, 都是有一个共同点。 讲道道, 见道, 而后修道。 修道可以行道如是的。 那, 见道以后修道行道如是的。 如是在那里如是的眼道上。 跟普家不同。 普家始终是走出世的。 出世以后也讲如是的, 所谓大成道菩萨道。 大成道的菩萨道, 最后还是归到行而相的出世上面。 这两个在行事上不同的地方。 当然它的最高纠正处啊, 是相同的。 不过最高纠正处相同啊, 很难讨论了。 嗯, 那么就要切切到福修方面去。 那我们不想将儒家的东西啊, 太切切到福家去。 大致上有两个就比较了。 至少可以告诉我们啊, 这个在人道的用上, 儒家的基础是稳当, 确实的。 而且, 足道两家的精神是一样的。 只会做三家的比较, 它是大成道, 如真正菩萨道的精神啊。 这复杂的, 这个有范围, 由理究点, 前者, 而容易一步一步去做事。 而上次讲到大笑, 笑道的道理, 贴人的关系。 所以自己保佑自己, 而后, 得到心而向道, 向天地保佑。 那么提出了一个榜样, 是大宋。 大宋的历史, 我们上次说明过。 她的娇女出生在一个破碎的家庭, 在一个破碎的家庭。 父母的牛在她, 是父母对不对? 兄弟的牛在她, 兄弟的不对。 她没有, 就叫父母兄弟不对。 始终是尽自己人子的本分, 所谓数据位而选择。 那么因此, 一个普通的中田的老百姓, 贵为天子, 富有四海。 就是世界上第一人。 但是她的道德修养, 没有认为自己是第一人。 这是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上, 一个最平时的榜样。 也就是公帖下的时候, 一个榜样。 也就是做人一个人, 从什么都没有平静, 没有依靠。 而加入种种的处决与痛苦, 自己如何站起来。 不但是公孽站起来, 而且是自己成为主事而有出事的信任。 那么现在开始第二个榜样呢, 是讲父母也好, 家庭也好, 儿子也好。 那正是我们上次讲到一样的, 讲到老子, 或者讲到曾刚刚提到的, 除非在相, 自从后, 我在堂前翘起腿。 这个还要好, 而将一个非常良好的家庭出身。 而战士教育时代, 一个非常痛苦的时代, 形成中国历史家庭下的一个最高的榜样。 这个真的就是文王。 它又树立一个典型在我们里面。 那么现在就开始讲这一段, 主要, 无忧者就为文王后。 以王继为父, 以武王为子。 父就是子俗的。 这是孔子的战坛, 人生的成功。 那真是啊, 没得遗憾。 这个无忧啊, 不是表示无忧无虑, 就是没有遗憾。 主人做到这样一辈子没有遗憾。 他们那, 恐怕在历史上一个典型, 一个榜样, 只有周恩王。 周恩王跟大宋不同, 大宋没有贫瘠, 没有依赖。 接着一个平民, 自己站起来。 刚才提到过所谓, 贵为天子, 富有是害。 最后, 还道德, 请信任, 超越于这个无子世界的道。 文王也是一样。 在这文王遭遇中, 他不同。 他的相伯, 周的相伯, 周朝的相伯的姬世。 那么, 初来, 祝父, 文王的祝父, 父亲, 都是历史上的名望, 而兼这个姓王。 名望是功业, 姓王是道德的成就。 王王的父亲, 所谓王继, 也是历史上的姓王。 要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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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忘记得纪念的基础。 而他自己, 道德好, 学问好。 所以, 我们知道中国文化的里头的, 刀典, 也叫说文化的, 终生的文化。 以前这本书, 就是他在做老的时候, 祝宰, 所以叫做周仪。 一根有很多, 有好几种, 有龟堂, 有练山。 我们现在普通留下来的周仪。 周仪就是周万王, 开始祝宰。 他的儿子, 武周公, 又跟他祝宰。 最后, 孔子又加上祝宰。 一根三圣。 那么周王, 当时他焦虑的, 领到他的帝王。 我们历史有名的, 暴虐的皇帝, 周王。 所以, 杰, 周, 周是很暴虐的皇帝。 而这些皇帝们, 有个共同点, 崇望做很好, 勇章好, 暴虐的皇帝。 绝顶聪明。 那后世来讲, 俗出功夫。 这个, 吹的, 玩的, 唱的, 跳舞的, 武功, 各样都是第一。 像李世仁写的《渡武王》, 这个巨童马。 他跑步, 马都跑不过他。 手足飞, 鸟飞过来, 他那个气功一来, 就把他抓下了。 神烈福报, 老鼠两大牌给他拿到, 可以撕得开。 所以, 历史上许多的, 所以这个, 暴虐的皇帝啊, 他的能力, 聪明, 都是超人一等。 超人一等, 勇于就像, 他眼睛那头根本没的人, 没有一个人只得看得上。 所以, 切除了道德修养, 就要走上这个路。 我们都知道, 律师让杰鸟, 就是啊, 最暴虐的皇帝。 但是, 你研究一下杰鸟, 他居然会使他暴虐起来。 这么一个人物, 没有一样别人会跟他那比。 他居然看桌下, 看老百姓, 那都是笨蛋。 他做到一个满虐啊, 这些没有用, 他要满虐掉, 算了。 养成了这个圣杰。 圣杰。 能往教你这么一个皇帝, 谁对他要怀你, 能够把他关起来。 就往谁在牢里, 就往也是诸侯, 一方的诸侯, 在牢里, 没有怨帖, 没有诱脸, 没有埋怨。 啊, 就书, 就是演这个义针八卦, 推演。 当然, 历史上写的, 那么后来, 就往上去念他的。 大家都说他的性能一定修养很高, 有没有这样高的修养。 把他的大儿子拿来杀, 杀了以后做成六将, 他送来请他吃。 你既然修养道德好, 而且又懂得以前, 能知过去未来。 我看你晓不晓得这是你儿子的肉。 我往当然知道, 眼泪都不能掉, 面红给他不知道, 这个地方人往, 不大是道德的修养, 只好是拿回家来讲最大的任务, 这种肉, 不咬红情问题, 吃下去。 把自己儿子的肉吃下去, 所以就往上放心了。 他说他人家都是他性能, 什么事情又沈通都知道, 他要按照这肉出来都不知道, 即使往往知道。 所以从上榜历史的小说上说, 往往等他监视他那种久了, 相信那个伤心吐出来, 那个肉变成现在我们吃的兔子。 我们现在这个长耳朵这个兔子, 就是背口文王的耳朵的肉变的。 所以这是历史上的故事与神话。 故事神话不是完全编掉, 有它的中心思想的道理。 要了解一个明图的文化, 不能够脱离开那个神话的故事。 你当故事听就完了, 你当成文化哲学来念头, 它就是另外一个高中的意义与道理, 还可以缠乎出来。 那么这里讲到文王是王即为父。 武王位子,武王就是第二个儿子。 所以后来激情浪浪的志向把仇王推翻, 也去国国报了仇了。 然后周公是武王的弟弟, 这三个都是兄弟, 就说文王有白子, 一白个儿子。 实际上九十九个。 后来风声榜上给他贴了一个, 好像从孙悟空眼中石头来蹦出来一个干儿子, 叫雷静子有翅膀的,快飞的。 所以后来管中国的风声榜上, 就是管我们前两只下雨打雷啊, 就是周王王的,而是雷静子管的。 啊,啥雷工。 这个,他要文王啊, 以王为主。 那么相灭之情,请学其后, 受救。 这个父子代表他的相带, 你带着刀。 总之朗子。 您可以带着手, 入门。 对, 船本本的第一个,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自俗子 他的儿子武王的武功 同意了 推翻了周王 建立了九朝 要求他的弟弟周公 说鸡蛋 那么 他建立了中国文化 这个基础 我们几千年来 孔子所激情的 就是周公 周代的文化 从上台下来 他只讲到九五王 五王战 太王 这个王 大日上面有些本子 右边这个脚上打一个圈圈 实际上这个都念太日 不要看着这一圈圈 变成一点就变成船王了 就出了太王 太王就是祖父被 将王王的父成 王继 在五王 应该称他 是祖父了 祖父的王子 在中国里面 就是太王 这个真祖父 王继 王王 就是 王王 王的父成 他的祖父 就是王继 他的真祖父 就是太王 现在的 要注意啊 和五王 祖父成功 周朝的 化历史上 化时代的 三千年以后影响的这个命 王化的建立 政治 道德 政治 德俗基础的建立 是中华能够建立了 中华能够的文化 不是偶然的 上代有三代的基础 真祖父 祖父 父成 就是第一路的名望 有道德 俗文都到了基点 所以这句话 我们普通念书 很有人把它念过去 王 战 太王 王继 文 王 是续 这个战子不是战盼 叫四方这个战 他那个请贴其后 担负得下来 就是非常难道 比如 你看社会 很多人家庭 战父成创孽 就负创孽 儿子呢 床下来 就比较晚这个财富 到生族差不多开始了就晚 要拜 这君子是在 武士二战 能够集成 手中的职业 成绩 而发扬之光大是非常难的 况且在文化道德呢 发扬光大是很难的 所以中国的福文就这么一句话 你要回读 就晓得他这句话的女意 丸子后面的意思包含是什么 不然你叫丸子一看很简单嘛 就都懂了 一点味道怎么样 就是一种宫卫的话 你把它透过了这个文字后面 透过了这个纸子后面 一看 我们一走的时候 汗都要流出来 不一定我们就得走 假如在做人家 不管男同学女同学 你说武王能不能做到 是个大问题 所以他说武王在太王 武王就文王之许 然后一种一二有天下 生不是天下之显明 真为天子 富有四海之内 终妙相知自身宝子 他讲过王王以后 讲到他的儿子武王 空子这边 刚才说到他能够进行祖先的文化的激烈 肆虐的基础 道德文明发扬广大 发扬广大很难 然后他三代 真祖父祖父中他的父亲 自讲政治道德 就任的道德 没有承诺过人家 而道武王说一生一 齐二革命 推翻了就王 这样暴虐的皇帝 在齐二革命 所以是青年一代起来 但是你要知道青年也七八十了 武王起来 江泰宫都七八十了 因为相国人寿命堂 就往往都活到一百度 所以但是在百度岁上看来 这个后辈不老实 还起来打仗 就是这样 然后他七八十了 说一生一 就穿上以军事的手段 来改造这个时代的纷乱 来平息时代的灾难 推翻了就王 所以一生一 所以这个 你们念书像中国的古书 大家都知道 李白 杜福的时好 杜福有一首古教令 就是到唐太宗的 杜福的唐朝人 他当然没有见过唐太宗了 到唐太宗 本前面会有说是 这个 封城三次界 设计一生一 开头两句话 气败很大 然后来源 拿着来源 所以做中国的文章 你要写好 必须要多多数 一生一这个话 就是宗永泽那个求 封城三次界 将唐太宗 就是像这个 汉高族一样 汉高族体三次界 加白色而起腻 老外甥起来 真为贴子富有四海 唐太宗不然呢 他不是老外甥 他付成一种威望很大 李渊 所以都挖一方的任务了 一种 那呢 他是四家公主起来 然后他的公女跟唐太宗了差不多 跟汉高族了 所以封城三次界 设计一生一样 这个一生一世 是后世的 所谓帝王的宫兴 帖下是打来的 中国五千年的文化 两个战断 所以将王道的帖下 是道德的修出来 修来修醒来 道德修醒来 就在以前的三代以上 三代以下的铁销子公年来 这个公年就正常包含了 然后封城三次界设计一生一 是铁销子大来的 这个 所谓完全不同 世家 武王战 台湾王旗王旗王旗之族 一生一样而有铁销 结果 成立了九朝 王朝 正传 生死以后 本生死了 不是铁销子 是写明 历史上永远的 不大是名望 是圣望 真为天主 富有死海 贵到老 为天主 除了上帝以外 上帖以外 是上帝的 富 这地方的 死海人的一朝一暮 都是他的财产 佳天下的都是室友在他 这个是富有所谓 宗妙相知 他的咒宗 将他成功的光用 后代的自身 就叫武王 从九宫两兄弟建立这个正传文化为基础 所谓普通讲八百年天下 历史上正传九朝八百年 七百多年 汉朝只有三百多年四百年 唐朝也三百多年四百年唐太平 九月将是三百年 宋朝半壁将上三百年 清朝也三百年 十七上两百七十多年 元朝在中国是八十年 所以五代啊六朝啊 打将完了十几年 二十年三五年就都有 那都不算数 那只有九朝八百年的天下 差不多一百以上的安政中 这是实在是了不起的一个历史 他说 武王为寿命 周公称王王之辈 周王太王 那王既像是先公一天子之礼 他说 这个武王啊 周王没有去了革命一切 他没有说推翻了周王而当皇帝 中国文化 以前他的弟弟周公 开始起来年就 已经完成了 王王 就是他的父亲 武王 他的国公 这个代念他王 追溯 中国相公文化 中国相公文化一直到周朝 在上代 曾祖父祖父 曾文王 他上司宣公 后来当了皇帝后 两兄弟有天下以后 以天子之礼 制造了九礼 奠定了中国文化 宪法里头的宪 文学里头 精神精华之所在 这不立即 所以我们小子上念说 就是一讲到礼貌 周公之礼啊 周公之礼代表很多 现在人好像都把解封奖叫上周公之礼 其他都不是 周公之礼很多啊 礼貌、礼逆 等附加的戒律 要做得很 大夫 諸侯大夫 及世俗人 那么 上次当皇帝必须要 守这个立法文化的规范 守法 下面 到各个的諸侯 以及諸侯下面的 曾大夫 就是大臣 在相 一直到 世俗人 知识分子 一般老百姓 向下 任何都要忠受这个文化的精神 这个文化的纪念 是周公 其中的 指定 是孔子孟子 集中 发扬 周王王 周公 这个文化的系统 所谓的中国文化 所以讲 有些是 最中古人 最中于 相利 为什么中国人 非常 最中相利 其实外国人 也最中 不过两个形式不同 中国人 最中相利 而 最中 主席的 传统 所以我们叫 传统 一代一代传下来 这个生命 由主席的一代一代下来 所以要叫 孝兆 主席的最初 就推到 省儿上 切人 那是鬼神 下面走 所以我正常 跟西方 外国的同学们 讲笑话 你们讲的十字架 是断了架 断了架 断了架 上一代 不管了 讲大了 不管父母 更不会管 就些 你这个十字架 就是到父母 下面爱之女 下面有 所以我们 旁边也没有 兄弟姊妹不管 国人独立 所以你是个 丁子的架子 中国文化的十字架 上司 父母 祖宗 你们有上面 上面有上帝 上帝跟你 那个距离很远 中间我们中国人 打了一个桥 然后父母 祖宗 一直上去 拿了 给天 人可以接上去 这是个完整的十字架 世界上还不是十字架 那十字架还加一个远俊 再加那 古家道家的观念 中间的十字架外面是个远俊 无所不保 那 所以中国 这种这个相利啊 不是偶然 人家 西方人 第一个 过去几十年 现在你们很少听见 面对中国文化说 中国文化的很好 但是有个大缺陷 他没有宗教信仰 这个名称 有啊 他多省教 那封泰山啊 拜土地啊 胡有胡人啊 山有山省 走路有路省 毛丝有车手人 睡觉的房间有床省 养出竹篮里头也有省 那里头要扫巴 要扫巴省 什么都要省 多省教 但没有宗教 就是他们面对中国文化 基祖 对祖宗父母 死后 鬼神的 情人 他都是一个现实的宗教 所以他不需要另外 在一个宗教的形态 另外 其他的国家 民族的文化 不大讲 这个祖宗 子孙 这个关系 必须要另外 找一个选空的信仰 宗教的思想 在其他国家里头 其他国家的 民族里头 宗教的形态 发达的自然小 中国文化里头 不需要在生活的外面 发展另外一个宗教 他本身就是宗教 尤其他的你 理 理你 就是宗教的你 是生活中这都有 所以他 现在讲相礼 是宗教的精神这个意思 他说所以 周公建立这个相礼 父为大夫 只为是 降临大夫 即一世 就是古代的理 也就是在律 父家讲的 宗教家讲的在律 非常厉害 他假设父亲 是大夫 不是就当医生 现在把医生叫大夫 是后来的时候 古代大夫是 比如现在的官职位 政府里的部长一项 不管是行政院长 或者是首宗一项 差不多都是大夫上 大夫的官位 达到一个相当高的水种 大夫的下 就是室 室就是室 室也分好多等 大夫也分好多等 大夫就是帝王前面 或者是诸侯前面 高政府里头的高级干部 高级的政府的修长 大夫是 等于后世讲功名的职位 不是官位 官位 官位 是职务 大夫是官该的明星 是本身的官家 是大夫 而是你 没有到这个地位 是世 世上国的世啊 就是青年才中 一个乡村的一个灵力 十个青年里头 自由的推荐 不要在病上 也加以考察 世上 造得好能力强 就提出了卫士 他慢慢的宣言上来 一趟 那么这个世的改革啊 就是 非教师 初步的 基本的干部 官在上插得很远 假如发生这个情形 父母过世了 那么 儿子 将以在乎之力 因为这个将礼啊 是属于这个史在本人的败文 他有些什么贡献于社会上 有些成就者 那一方面 将礼的时候 叫这个 以礼而将 和儿子 你 要 这个 啊 祭义大夫啊 啊 啊 正礼大夫啊 祭义士 祭义士 就是拜 把父亲装了以后 自己来祭拜父亲的时候 马上 那家具 礼礼的家具 都要换过来 这是代表 儿子自己祭书成 代表儿子没有到达 他的成绩 工业的成绩 没有到达这个位置 本身还是事 所以只好用事礼来祭书 当然这些礼啊 是讲古代 我们晓得古代的礼礼 每朝时代 每一个时代有各种大体大 差不多 现在不同 现在我们好成礼 你只好 根本没有礼 那既礼的话 到了征义馆去啊 那中西湖比 古增中外 一路 在这街上 看到那个宋死人的啊 和 又那个西游的西洋的阳队 还在唱舞跳 和光帮跳 后面又有道士 又有和尚 又有在家的 什么都有 但是古增中外 一看都来啊 啊 哭的哭 笑的笑 闹的闹 没睡门啊 里 解放也是这样 这几年 九十年当中 解放也没有了 古代这个位置很年代 那 而初卫是 他处称的 他本身的功能 这个成就之间低一点 此外大夫呢 将于是 最大大夫 大夫之力 那点不同 七字上 大夫大夫 什么叫七女 有个九女 啊 那 结果在公家服务 皇帝下的命令 十字上 只能在家里修上一念 到后来要规定 什么成熟的关系 血统的关系 要规自服 穿一年代一年笑 还要自代几步也笑 啊 不是你们看到 现在报纸上 博山博士的也有了 其实也是故里 怎么叫博山博士 现在凤乱 不惊不古 有些人来讲你 太太说了 太太说了 丈夫等着父母 七 就是这个七 葬身 七葬身 要为太太 骑马守上一念 修一念之上 有些感情好的 一念是正式的 中国文化的规定 所以一念之内 如果这个男人 再结婚啊 再说些 在过去社会 大家会笑的 不合理的 那女女 有些感情好的 也是我太太 修三念之上也有 那两年是特别 那不在理的上位 你身上 所以才长得 前一个月正奉利官 后一个月正大礼堂 无所谓 无所谓 是所谓自由啊 没有关系 这个七上是一念的上位 就是兄弟之间 就是 大厚大厚 不过中国国内 所以历史上 你们当然没有念着我 念着中国的过去的文化 这个是限制了一切 不管你关注到什么大地位 到了当了宰相 父母死了以后 离开就要向祷告 给皇帝 要交代回家手上 要三年就能出来 如果不向祷告啊 那个冷牙门 一天所谓 浴室败福 有名的冷牙门 平常鬼都不向门的 第二天 浴室的旧本就上来 报告上来 坍坑 那个坍坑很严重啊 皇帝都吃不住 我帮备不了的 那什么可以发 犯了皇帝 还可以报告 犯了利益 中国几千年文化的精神 犯了 这个这个这个 部长不能当的 非要回家不可 那甚至严重 可以弄到 用不 你看康熙时代 就发生这个案子 一个大城 当了部长的改革 那因为父亲家里死了 满住了 箱子脱了一下 接下一次 直接谈一看 后来把这些案子 用成皇帝 招出康熙下的手艺 吃人 就用不落用 永远不要出来做官 永远没有他的生 你就回家去算 上国之上居了 父母之上以外 有什么呢 他的武将 带兵在前方 订了救驾 作战的时候 当大元太 他在前帝中指挥 碰到父母之上 那怎么办 皇帝跟着一个命令就来 在战场上 受伤 不准回家 那没有办法 军命 超过了 所谓鬼体 谁有国 后有家 所以只好 全到校府 作战 那不是有时候 夜经是看到 百炮 百亏 百家 在上等那些大象 出来作战 那要说他身戴上 就是这个样子 那么你看看 中国的戏里头 都有这些东西的 要说你不留意这么大个子好看的 颜色 蜜色那样的配法 那又是绿的红的 看着白的 那不是 他戴着他的身份 他的身份 他的精神不同 那个官公出来脸红带着 他这个人很正直 脾气大 不对 眼睛一瞪就被人骂 他不羞辽 就是这个道理 三年之上 他后天子 父母之上 我跪见一夜 那三年之上 说父母出来以后 在孤立 戴上三年 说他 说中国在孤立 就关这三年以内 不准出来 那 不准出来 也不见客 甚至到了 专制 到了明朝 清朝这个栽培 三年当中 还不敢做私呢 如果说 在家里手上 还做私 算不定人家 没告你一下 前途就没有了 你手上 还要那么高兴啊 啊 说手上 假使听英语唱歌啊 一个没告就完蛋 啊 说很远 你就很远 啊 这个三年之上 差不多九代的制定 才定 因为过去手上的世界 又长又短 所以孔子出来以后 他的学生们 给他说 心上 这个外表 都不代曉 心上 三年 只有子宫啊 在他粉浪 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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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是道德的厚教與偉大,他都沒有規定。 弟子們對他自然是以父母之律使徒。 所以三年之上,還會天子。 將而念之,管父母時來從過孝道的這種聖女三年, 無貴、無戒、一夜,絕不能變,連皇帝都不能變。 這個皇帝在不復三年之上,歷史上很多事在。 歷史上這個皇帝都給人家看不去。 永遠在歷史上永遠是個大污蝶。 所以這個韓王帝提倡了短生,把修索了父母族上變成一年。 韓王帝一生的好處,就對這件事情中國歷史上的。 皇帝一提到這件事,對他都是不安,就否定了一切。 可見這個名書中商禮的精神之所在。 我們看了這一段書,曉得他這個典型是拿出來的。 大送出來這個典型。平民沒有依靠自己成功。 那這些什麼成功呢?不是現在人說奴隸的成功,道德的成功。 所以公貼下時代一個典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貴為天子。 另一個典型是家庭有基礎,皇帝的紀念有基礎,加上他發養光大中,無王與九宮。 但是,都是啊這種笑道。那笑的是什麼?換句話,都是這種百分百的,百分之一百二十萬的這種感情,人的感情,有真感情。 中國人講,中國文化叫做三個字,真性,真得人性善良的一面。 真得人性的感情,真得自爭自善一面。 那麼,這樣的人物,不管他從初始的始念,還是從初始的始念,都有真感情。 所以過去,我們講中英,有一個人,很多年才有位同學提出了文工。 這個話一講到幾十年。在四川傳大案裡頭講,打算來向科爾什有位同學問說。 那麼,所以我們中國的柔家公集、復家不孝,復家去無父母親。 這是柔家公集、復家的這一條,真嚴重。 而這個是後世復家的制度,也說不同。 實際上,你看,連著釋迦牟尼歷史還是一樣。 不過他小道路學不懂,因為印度的國情,國家的情形。 從中國文化國情之中。 所以釋迦牟尼父父親死的時候,釋迦牟尼父自己排棺材。 湖南,南投,釋迦牟尼父自己,釋迦牟尼父父父四個人,每個人排一腳。 他扶成棺材,抬上山來,站在他自己講堂的旁邊。 那,面後弟子幫忙他,抬棺材,不懂。 那這是我們自己的事。 那他帶著他的兒子,帶著兄弟自己四個人,抬棺材上山。 或者,也是非常集中、囂張與勝利。 所以後面,後世一般的副教徒,或者出家的,沒有留意到這些。 都是跟著後世的。 可以說,錯誤的觀念,將錯就錯一落下來。 所以給中國的儒家說反對,說災難,說後病,說看不起。 那,其實啊,印度的文化,中方的文化,同樣經歷。 應該講起來西方文化一樣。 所以最近你們最曉得,西方人講,有黑眾人發動,找自己的根。 所以講根,從這一本根。 一位黑人朋友寫了這本書以後,全是在發動,找。 實際上他本來每個民族都很重自己的耐根。 所以跟觀念不同,他名稱叫很祖先。 你看美國是一個古古的民族之類。 你經過美國的東西,你也問,你是哪裡呢? 意大利?西班牙。我是猶太。 我是哪裡?都是德國的。 我是英國的。都放在一起。 每個人回到家裡,好好注重自己的家事。 那,所以跟傳統。 所以我們一般留守到外面去,不看皮毛。 那裡頭都不懂。 實際上都是一樣。 非常重視自己的血統與主線。 你不要說我們養人,養狗都重視血統。 所以哪一種狗種。 何況我們是人種。 人種那種,好種啊。 所以要注意這一點。 那,下面跟道去說。 我只要作為父王周公,只要打笑一副。 我笑著善、幾人之字。 善、四人之字。 所以中國人特地講笑道。 什麼是笑? 這個地方要注意了。 笑病不是說我正在回去,下了康啊。 買一個冰淇淋帶給爸爸媽媽吃。 我是孝順的。 他人拿出,當然很小啊,小小,真正的小,所以孔子說,只要勿往周攻,就大小友,他通道,總得笑到。 真正所謂小子者,善其人之子。善其成父母主席的那個余子,出了願、希望。 這個搭檔,當然要善其希望。父母,假如只希望錢,就是希望這個兒女,不管你什麼手段,偷來搶來,只有有錢就好,那就不是善其人之子。 當然父母希望有錢,從怕了,希望後代出生有個房子啊,生活能夠安定,錢的目的在這裡。 你是自己後代的,怎麼樣安定下去?是告違於父母,告違於父母,這就叫善其人之子,不可以亂其。 那麽他弄你,然後這樣說,故人解釋很多粗了,講孝道。父母死了,三年無改於父子之子,就是孝道。 他三年叫故人改,是三年以內不要改了父母的那個本子,就是孝子。 我人拿好來,但是這個父母做小偷的話,我不想做也要做三年啊。不做三年不是孝子了嘛。 父母這個殺人犯,至少我也去殺個三年啊。不然孝子,他故人亂講。 就是忠用這個道理,正好補救,那個能力讓後世人解釋出了。 小道是善其人之子。你要小道那個精神,而且善其人,總得了這個善。 善其人,善其人之子。他父母,祖先,一定有家庭,文化,道德,工業的基礎的。 就後代人能夠發揚和光大,這個消息。 但是我們看了幾天一來,後代子孫,就祖先能夠發揚父母的紀念。 沒有幾個啊,別的還不說。 就讓我們小的時候看到,我們家裡喜歡賣書。 可是現在的書啊,過去的印刷不用現裝、古板的書。 那書落裡,那正是啊。 像我們出門父母就講, 漳戒是叫鐵俠寺。 黃正西麥白琴書。 喜歡買書來讀。 那個書,買到有時候一看啊,生了兩來一半。 那些書啊,買到這張很好,很好的圖章, 一切講著很大的字。 某某家裡唱說,這是名家。 後代子孫,似乎最窮賣了我的話,怎麼怎麼不笑。 這樣就賣出來。 哼,這是名辦。 就深深感受到。 善數人之四。 所以既往台來傾斜其後,創業是很難啊。 手情跟創業一樣的不容易做到。 啊,所以唐太宗光中有個名言。 創業呢,手情也不一樣。 啊,創業不然很難,那個手情也不容易。 手情還能發揚而光大之。 所以孔子再算提到他倆的一種,無妄就共識了不起。 那,這是大小子。 善幾人之自然,善數人之四。 那些小小子。 所以他下面據說他,他是講中國這個理,理的精神。 從頭修集舉廟,成績中氣。 現在展翼,見解實實。 這就是剛才我們提到的。 所以人家西方人將中國文化開始那個宗教。 他們忘記了廟宗和儒家這個理。 這個就是宗教女士。 實際上我們後世,這個魏正以後夫教正如中國。 那是在南北橋到隋堂之間,道教的正式的情理。 史作的理念。 廟宗史作的規矩。 不管佛教的、道教的。 他還是都採用了中國禮記的精神。 那是史作的用具。 所不叫做法器。 而史作就是中國傳統禮禮記使用的法器。 所謂聖秋,這個不是講那一個孔子祝的那一部历史聖秋。 是將聖秋秋秋二聖。 這就是我們現在清明的相聖。 七月半的記住,這些都是聖秋的記事來。 收這一座廟。 這個收,本不是說收房子。 也包括了收房子。 酒中的廟堂。 清潔,打掃精力。 清潔,中氣。 從求兩句,都要把祖宗的傳統代表、精神,那些東西擺出來。 譬如,我們這個有名的,隨便拿一個故事來講。 元朝的蒙古民族。 所以當時中華民族的一支清潔師海用過的這個武器。 一個師宗供在這個祖廟裡頭。 那平常不中人看。 這個就是收的宗器。 有周朝這個祖宗們用過的東西, 擺出來所謂全國之寶。 家庭裡有全家之寶。 這個全家之寶的意思。 全國之寶就是中氣。 這個道理。 設計衣裳, 把祖宗們全國的衣服掛出來。 現在我們時代不同了。 過去我們年輕的時候, 正月初一開始, 就是過年那天晚上夜來開始。 每個家庭把祖宗的象就寫出來。 以前沒有象, 畫, 叫做用。 用帽, 那個用。 就畫這個用頭。 神圖就是古代所謂象。 那個象畫的時候, 從文化加畫。 這東西現在呀, 血深的畫。 那麼老輩子們, 對這個畫的時候也很苦。 起碼要過半禮拜, 衣服穿著精神做的, 讓他整看。 看整畫, 每一個神器都要畫出來。 那麼, 這種也就是古代, 現在都用照片刮出來。 漸漸實實。 中國的古代, 什麼時候, 新產品出來。 農族, 或者新的稻子內衣, 出來了。 或者水果, 硬死的水果出來, 馬上就要拿來供祖宗。 所以說, 宗廟之禮, 水素, 焦木曰。 在後世, 像我們小時候看到, 那一批人, 召見聖利, 舊勤王。 不管你姓什麼的, 姓張的, 姓舊的, 開了這個車上, 每年記住的時候, 那個就是另外一種禮了。 不管你地位, 不管你什麼書文, 到了池塘裡頭平等, 看伯父。 你乃至看到一個中鐵人, 看到一個殘粹的, 走中樞裡頭的前輩, 叫公公, 還是要公公勝利。 你關注的在這, 到了池塘裡, 看到他還要趕緊要勝利, 公公公公。 你的地位, 你一切都要扳下。 那你說我全都回到時代, 回到自己的中樞, 時常的藥物養胃, 馬上看不起, 他會把你轟出去, 他會把你當場難看的, 就是中國的孤立, 也就是這個中國的社會, 是一個中法的社會。 他到了中廟裡頭, 祖宗的廟堂裡頭, 中廟, 所以說焦木, 焦木兩個代號, 左焦,右木, 是大方二方, 所以左邊拍的位子, 比如一個老祖宗生, 幾個兒子, 老大老大方, 排在左手邊。 二的, 小的, 排在右手邊。 左右的排列, 有它的城市, 這個叫焦木。 是左, 所以便會見也。 所以, 做了聖堂以後, 那麼, 就看你這個祖宗, 這個宗宗裡頭的祖宗出去, 在社會上, 靠著功能, 做著四年, 做著什麼? 所以便會見也。 這個時候地位, 看看, 這個地位並不是因為你關注得大, 而看你的情境。 所以我們看宋朝後代的歷史明朝, 送出來一個歷史人的建成叫秦潰。 很多聖誠的人, 到了元朝明朝的時候, 說我不聖誠, 我不聖誠。 這次就叫很喊。